美国能源部8月31日宣布 将为汽车制造商提供高达120亿美元的资金 用于改造他们生产电动汽车 混合动力汽车和其他清洁能源汽车的设施 美国能源部长格兰霍姆在周四的新闻发布会上说 这项资金中包括来自联邦清洁能源车辆贷款计划的100亿美元 格兰霍姆表示 此项努力将支持汽车制造社区的项目 以帮助他们留住工人 路透社报道称 美国芯片制造商英伟达和AMD均已收到 美国政府限制向中东国家出口先进人工智能芯片的要求 上述两家公司均表示 虽然新的管制措施将影响部分产品出口 但不会对其业绩产生直接重大影响 不过 英伟达也警告称 从长远看 我们的业绩和竞争地位可能会受到损害 对于最新披露的出口管制措施 有分析人士认为 美国的主要目的是防止中国从一些中东国家手中购买受限的芯片 相比于已有措施 最新的出口管制对中国人工智能产业影响较小 近日 加州州长纽森与加州战略发展委员会宣布 为超过16个社区提供7.57亿美元资金 以推动更多就业机会 绿色社区可负担住房 这项投资将建造超过2500套可负担住房 150辆新型零排放巴士 超过50英里的新自行车道 并改善全州社区的人行道 这些项目建成后将减少80万吨温室气体排放 相当于一年内加州道路上停驶17万8千辆燃油汽车 加州战略发展委员会指出 投资不仅提供安全和负担的起的住房和交通选择 而且还吸引额外资金来刺激当地经济并创造就业机会 加州住房和社区发展部表示 全州新建的气候友好形可负担住房 将成为居住在其中的个人和家庭的基础 并将增加更多的步行及自行车和交通基础设施 使整个社区受益 8月31日 代表着西班牙食品和饮料行业的协会 公开向西班牙政府请求优先货配水资源 这也是气候变化对经济影响的最新例子 该协会介绍称现在的情况非常严峻 由于缺乏降水 近几周的连续高温和西班牙全境大多数区域的气象干旱状况 现在农业、牲畜养殖业和食品加工业都受到了严重的影响 在当前严峻的局势下 食品和饮料行业必须得到特殊对待 并优先获得水资源 以保证食品和饮料的稳定和安全供应 协会还指出 西班牙政府应当在不同流域间开发新的连接和吊水的计划 并投资扩大和现代化储水和灌溉基础设施 面对眼下的急迫状况 西班牙的食品和饮料行业还请求推广非常规水资源的利用 例如海水淡化和回收再利用的水资源 继广州深圳两天前官宣认房不认贷新政 上海北京也在9月1日相继官宣执行认房不认贷 据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等部门发布的 《优化个人住房贷款》中 住房套数认定标准的通知 居民家庭包括借款人 配偶及未成年子女申请贷款购买商品住房时 家庭成员在本市名下无成套住房的 不论是否已利用贷款购买过住房 银行业金融机构均按首套住房执行住房信贷政策 业内认为该政策降低购房门槛 会带动部分消费需求 但目前的形势下不会刺激房价再次进入上涨周期 对于一线城市影响最大 能够非常明显降低改善型住房需求的首付和利率成本 接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AUDIENCE